到新聞的現場 吃飯時間 手滷菜要帶來吃不同的手滷料理 讓人烏肉是這麼古早味的滷肉飯 前一台老闆公 由民國六十四年開始賣去 本來是一大大尾 十四季心瓜頭 都因為它是一粒一最好吃的滷肉飯 每天要滷八點前 滷肉滷到黑金黑金 最好吃的畢端就是這間滷肉食都不在洗 跟整一天的滷肉 開始拿來做火肉 很多老主角都烏肉是黑金滷肉飯 小姐 您的好了嗎 好了 不好意思 請 兩分 兩分 好 好 你的兩百七 沒有人替人家點菜 滷肉肉飯的手都不停下來 吃飯時間人家一直來 大家都是為了這碗 招牌的滷肉飯來的 特別就是黑金 就是很好是有媽媽的味道 它就是吃起來你會有吃到它那個 那個皮熬出來的那個膠質 然後嘴巴吃起來就黏黏的那種感覺 就很像媽媽小時候煮的滷肉飯 油金的油金的滷肉飯吃起來 不會感覺太油 老主角更加方作黑金滷肉飯 那滷肉飯要好吃 做起來也是很費工的 這種飯餅 類似的黑豆油 帶皮脂到芯肉 切做一角一角 放進鍋裡 這個時候把祖團的 祕密木器倒下去 這就是我們家的老魯汁 傳承四十幾年了 刷下去用麥麥的火滷八點鐘 滷的時候還要慢慢拉 味道的交溫 吃滷肉飯要配的粿肉雞湯 很多客人都會這樣點 肉雞要好吃 也是用每天運體的後退肉來做的 我老爸說這個做起來 做起來其實很簡單 就是用料實在 然後一定要親力親為 在台北市華社家的滷肉飯店 由1975年開到現在已經超過40名了 早點是第二代的老闆王一生 店內所有的實在都是自己來做 沒有夠好別人 老闆當然是要自己做 你自己的調味 自己的味道 我們自己才知道 你如果叫我放手給別人做 說實在我也不放心 從七月開始就躲在爸爸的辛苦旁邊 到老店吃下來也已經有十幾年了 王一生跟他媽媽老少爺做火打拼 從本來一個單位做到現在有自己的店 以前是沒有這個後面這邊 然後頂著那個 等於是在大太陽下面吃飯 很熱耶 做的人也吃的人也熱 都吃著汗流夾背 要感謝的還是我老婆 因為由他一直陪著我 這樣子賣滷肉飯 不吃辛勞這樣跟著我做 也是很感動 感謝水母一路夫妻 現在也拿到離婚一九年 台北美其林季蘭比比丁的推薦 一直都很用心在做的古早味 受到慶頓 幸好眾生有回報 我常常跟他講啊 我說你不要砸你老爸的招牌 我自己知道我也是很驚訝啊 說什麼時候 咪咪可以有來我們家吃 我們都不知道 我也算是沒有讓我爸爸失望 對啊 把他的滷肉飯一直傳承下去 將來還要打算傳給我兒子 有團生的宿命感 把爸爸團下來的老店顧好 跟團滷肉飯的好吃味 要繼續讓更多人來吃給肉 記者綜合報道